负责宗教事务的首相是部长莫哈默纳尹 在今年的7月2号 在国会提成了三项与伊斯兰相关法案一读 其中包括联邦直辖区宗教司法案 就在上个月底 他透露政府将于10月16号提成有关法案 并力拼在本期国会会议进行二读辩论 综结以及寻求三读通过 尽管此法案获得伊斯兰司法界部分利益相关者 像是大马伊斯兰法律师公会的支持 不过反对声浪依然强烈 继波州拉德端姑塞西拉鲁丁率先开枪反对后 人权律师拉蒂花日前也发文告知 这个法案将削弱联邦宪法赋予国家元首 作为伊斯兰首领的地位 拉蒂花强调联邦直辖区的宗教事务 不能够有两个当局之首 来到今天 前雪州行政议员兼行动党前中尉邓张千就发文 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他指出联邦直辖区宗教司法案中有好几项条文 违反了联邦宪法规定 大马作为世俗国家的精神 而他也警告 一旦联邦直辖区宗教司法案通过 政府未来可能在宗教极端分子的施压下修宪 导致大马世俗国家的地位消失 转得变成宗教国 邓张千也点明那些平日活跃在 谷会走廊 服务中心 电视前 警察局外 以及补选演讲会等场所 慷慨激扬 义正言辞的议员们 是时候在来临的国会里头 展现真正的英雄气概